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今晚夜线 一场被中断的堕胎事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女性流产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她不仅要剥夺一个孩子的生命 还会给这个女性的身心带来损伤 所以应该慎之又慎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拿怀孕和流产都不当回事了呢 来看看这一堆的经历 2013年7月15日清晨 一位正在上海松江地区运营的出租车司机 发现从路旁的小区 走出了一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其中那位年轻女性走路的姿势非常奇怪 走不动反正就是走到小区门口 但是真的弯着腰 走得很慢 很浮躁走的 反正就是一个疼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两个年轻人一大早 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出现在小区门口呢 路小医司机就说你怎么了 我说刚刚在那个 路小医征所里面坐的那个 是银产人 他说现在疼吗 我说就是疼 他在路上问我 我说回我们来当地医院 要多久时间 他说大概要一两个小时 后来他说如果不堵车的话 可能要快一点 我说那他就说那你不如到附近的医院吗 我说这里我不清楚 他说那我带你去 为什么一个刚刚做了严产手术的女人 还要如此焦急的再去寻找另外一家医院 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时这个病人是急诊来的 那么来了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检查 做了复刻检查 然后有阴道出血 肚子有压痛 然后做了鼻超 做了刺咏症 当时就考虑这个子宫穿孔 所以急诊做了这个抚腔筋的手术 那么手术当中就发现了 子宫后臂是穿孔的 整个肠子就穿到这个子宫里面去了 那么就请了外科医生上台 把这个就做开服手术了 那么发现这个直肠 整个大概有十几公分的 整个全是几乎要破掉了 整个基层全部损伤了 透明的能看到里面的分叶 就是检查出来有问题的时候 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 医生已经通知我了 然后呢 家人就说找到那个人 然后报案 报案 一场银产手术 为什么会发展到京东警方的地步 那么在这个 让两位年轻人痛苦不堪的清晨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不想要孩子没关系 你避孕呀 那偶尔有避孕失败的可以理解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 他随随便便就怀孕 随随便便就把那小孩给流产了 那怎么也是一条命 能这样吗 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简直把人流当做了好玩的玩笑了 对人流这件事情 一定要慎重一点 一定要严肃一点 否则的话弄得不好 你侥幸一阵子就后悔一辈子了 这个女人她为什么要做银产手术呀 这里面这男的真的是她的丈夫吗 会不会是这孩子的出处有什么问题 或者这小孩的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呀 说起这人流 我刚看了一新闻 这两天正火呢 说在广东潘雨一个女的怀孕了 到医院去准备安胎 结果医院说你这次怀的不太好 好像有点要流产的意思 要不然那你就给流产刮功了得了 以后下次调养好了 你再怀 那就做吧 就做了人流手术 也刮了功了都弄完了 就以为没事了呢 过了些日子发现呢 小孩还在肚子里边呢 还活着呢 越长越大了 又上别的医院一看 人说那就是在呢 好好的呀 找了以前那个医院 那个医院说 因为那个做的过程中 你使劲喊疼也不配合 所以呢我们就终止了手术 当然了我们前面也做的差不多了 我们认为也就刮完了 那就终止了 这女的说 我是喊了两身疼 我没说不做呀 你没告诉我你做了一半啊 这不都做完了吗 怎么回事啊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感觉呀 要不然就是怨不靠谱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小孩啊 活下去的冤枉太强烈了 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别流产了 你们让他活下去吧 说到小生命 我这里也有一条新闻 就在前几天 厦门的一个岔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结果呢 一个孕妇被撞身亡 可惊奇的是 她胎中的这一个胎儿被撞了出来 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 再结果这个胎儿神奇的生命 生存了下来 也是一条生命啊 说起生命力 刚才这个女的生命力也够顽强的 你说这个 做银产手术 这肠子都能穿孔到子宫里头了 就这还能在马路上走 这得有多大的忍耐力啊 我现在就担心吧 你说她做完这个手术 她以后还能怀上孩子吗 这子宫还能保得住吗 关于这事啊 起嘴巴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松江区位于上海市的西南部 这里聚集了众多来自异乡的打工者 安徽青年马某就是其中一位 他靠着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2013年 发现自己怀孕的马某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的时候 超快两个月的时候 后来我就考虑到要了 要了吗 然后一种月份快是慢慢大了吗 那个市区医院肯定不给看了呀 然后就去大医院 大医院说你之前是一个是什么 是破股产还是顺产 我说是破股产 他说你破股产生的你倒三年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你不考虑自己的安全了 小孩在肚子里他会长大的呀 他说把脂肪称慢慢大了 他说你那个用长好没长好 这个我没看不见 后来他这样讲 他说有没有空险 你自己也不知道吗 医生的话 让马某打消了留下这个孩子的念头 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他决定去做流产手术 但是因为胎儿的月份已经接近四个月 马某需要做淫产手术 检查什么都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后来他就让我去办入院手术 去了他说你银潭证明书有没有 我说没有 然后我就去问了 问了到那个我们那个计算办 他说你是外地的本地不能给你办 这个叫做银潭证明的东西 让身处异乡的马某一家 觉得很麻烦 但是更麻烦的是 即便他们回一趟老家安徽 也依然办不到这张证明 回老家办我也办不到 因为我两个人生存在的年龄 还不到办结婚证 这两个年轻人还未到结婚年龄 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 他们在家乡按照风俗办了酒席 就算是完成了约定俗成的婚礼 此后他们援助他乡打工 眼下再次怀孕的窘境 让他们不得不想接应急的办法 以解燃眉之急 于是他们听同了朋友的建议 那个人是跟我老公 他距离是朋友嘛 然后到时候就是随后再一说 然后他说他家有个亲戚 是做这个的 也是一天上班的 后来他说他什么都会的 接生呀或者做什么都会 后来他就说能那些嘛 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嘛 然后说是可以的 马某所说的这个会接生的人 叫陈某娟 此刻他并不在上海 他们一行人所看的 是他的妹妹陈某力 2013年 陈某力从安徽吴伟老家 来上海打工 有时候关亲戚帮忙嘛 有时候就是说 做一些那个摆地摊的那些货 摆地摊的收入十分微薄 按照陈某力的说法 他听从朋友的建议 花几千元钱 买了一个二手的简易 币针机 币针机准备给人看病 而他所谓的工作经验 也只不过是跟在别人后边 看过人家做币针而已 2013年7月13日 马某在亲戚的陪同下 来到陈某力的住所 因为他是在九楼 还是在十几楼上面 就像那个工房 差不多一样 一样子里面 就是进去一个门 里面有好多小房间 看到里面就一个床 一个柜子 还有他那些油气用品 那些东西 翻了进去之后 看到了 心里就总有一点害怕一样 就那个藤亚平 他跟我讲 他说做这个手势 他就说毕竟是 那个亲戚介绍的 不会为你乱要的 他说就两千块钱 然后先第一次 让我交一千 然后到时候 再交第二次 再交一千 就是两千一公斤 这就是陈某力所开设的 黑诊所 位于上海松江 某小区九楼的群租房中 房间不足十平米 如此简陋的行医条件 并没有让马某 拒绝这场即将发生的 银产手术 他接受了陈某力的 并以超检查 我看大概是正常的 那你怎么判断他正常 不正常 判断我也就是 从他看心跳正常 就是说 他之前怀孕几个月 跟他算的差不多吧 或者四肢之类的 他给我做好了 他就给我说 然后我问他多少钱 他就是说 说了两百块钱 后来他就给我说 是个小女孩 我没有告诉他是女孩 然后他就说 反正你是破壶产的 你要考虑一下 如果你真的不要的话 你就说尽量快一点 这样的话 不要让他长得太快 在肚子里妈妈 我又不知道了 他长不长 我这个不清楚 他说你要长得太快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 后来就是说 破壶产生的可能有风险 后来他就要这样 陈某莉在做完壁钞检查之后 给马某开了12例米菲丝铜片 这药由陈某莉的姐姐陈某娟 从安徽寄过来 是一种终止早孕的药物 陈某莉与马某约定 2013年7月14日 过来做人流手术 而身在安徽无为的陈某娟 也正在赶往上海的路上 当天晚上二十许 他们在松江某小区的 901室见了面 我们就一早就见到菁临药 菁临药就到了菁临药 以后就给他 要给他吃他一堂堂 让我也就坐在那 就吃了那个是米苏 米苏前一堆 那就是发动公司的流产 就是到11点多的时候 11点多差不多 他让我把那个药吃了 吃了等一会儿的话 他会肚子疼 你先睡一会儿 然后他就让我 我就睡一会儿 当时肚子疼起来了 疼起来 我跟他讲 他说没关系 这是正常的 等一会儿就好了 但是越来越疼了 后来他就说 要么你先起来走一走 就让我爬楼梯 活动快一点 他说快一点 后来我就听他的 从一楼爬到九楼 一直爬一直爬 但是爬还是 当时疼了不得了 我爬不动了 然后他就给我 他说 什么就是给他刮下来 还是什么这样的 我也绝对不是那个 到早晨的时候 5点钟吧 5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就要给他轻功 轻功打轻几分钟 就轻了一点点 刚开始 他就说他痛 他不说 他说我不想坐了 我要到医院坐 不痛的 我就跟他说 一会儿就好了 你现在这坐一半 怎么到医院去 他说不行 我要到医院坐 不痛的 实在忍不下去了 后来我就要求 要转院 我说你要 你有麻醉 他说没有麻醉 后来没有麻醉 我这怎么就怎么办 他就说 再饮一会儿就行了 这一点疼你都受不了 你当妈妈怎么当的 我说这样 这个毕竟是 那个不是就是说 手上扎一个签子的吧 这样一点点疼 更能忍得过去 我说这太疼了 他说你这一点还是 你这么大 意思说你都已经二十多 还不如人家十八九岁的 好像是说是十八九吧 具体我也不错 他做的 他说之前一个 还没你搭 人家坐了一个 人家也没说疼 坐好了就回家了 后来他就还让我忍 然后我就不愿意坐了 他就那个 他就跟我聊天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再下手 再给我坐 我说你再坐 我就不愿意坐 他回来他就不坐 不坐吧 我就要求让我老公进来了 他不让我老公 他说你让你老公进来 你老公又不能给你 忍受这个痛 此刻是7月15日清晨五点多 面对着不断喊疼的马某 陈某娟不得不给 已经回租住地睡觉的妹妹 陈某莉打电话 让她速来帮忙 我就是说看到他躺在那儿 我就是说看到他躺在那儿没有 我也没照他脸上看 因为他躺在那儿 我是坐在旁边 是背对着他的 不是面对着他的 他妹妹就会按着我 还让我再去 等一会儿就给我坐 然后我就说不行 我老公在外面就齐了嘛 然后他我就说你把我老公叫过来 因为后来他就把老公叫进来了 我老公对我讲 他说很痛 然后我就问他医生 如果我说现在我们不做这个手术 我们找到别的医院去 他可以吧 他说不行 到哪个医院就是必须要没有麻醉 他说你去其他的医院 说也不可能给你弹麻醉的 我说不打 到时候再说好了 他主动放弃了 走了 我当时看他也没什么 2013年7月15日清晨 在这个黑诊所 做了一半引产手术的马某 在丈夫的搀扶下 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做了两次手术 第一次就不止功 第二就是慢慢不从下面走 放在一个人造肛门 放在外面 走过三个月之后再放肥 他不单单生育 他如果位置再低的话 损伤就是直肠 他可能肠子切除以后 都可能做改道 昨晚手术的当天 陈某娟就回到了安徽无为老家 而这场不到20分钟的引产手术 到底给孕妇马某 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呢 与司法机关给出的鉴定结果 马某因为这场引产手术 导致子宫穿孔 构成重伤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在聊一个非法的堕胎手术 到场嘉宾媒体人余波红先生 北京妇产医院的段华大夫 欢迎两位 我先问问余老师 作为男性 您看见这种事的恶感受是什么 非常的触摸惊心 我在想 可能主要的一个内因 因为很多的女性 她缺乏悲药的医学的常识 特别是对人工流产 她总以为 只要牙齿咬一咬 然后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没有想到 人工流产背后 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 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但同时 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外因 现在有非常多的人流广告 充斥着各种的媒体 特别是有一些正规的医院 也打出了什么 无通人流这样的广告 简直是把无通人流 描绘成非常美妙 那么我们的一些女性呢 对人流又一无所知 就受到了诱惑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种非常致命的 一种诱导和误导 您说到这个到处的 这个无通人流广告 不管是正规医院 还是黑诊所 都做这种广告 我还想起来 今天在读一个 关于医荤冲突的 一个书里面 还在说到 就是不切实际的 过分夸大其词的医疗广告 导致了民众 对医疗效果的过高期待 也是造成 医患冲突的 重大的矛盾的原因之一 那么说到这个无通人流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 人们会这么聊 女孩子之间会这么聊 没事 怀孕没事 现在就科技 医学都这么发达了 什么早早孕了 无痛人流了 基本上都没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特大的伤害 就是很小的事 没关系 所以我想问问 这个专业的妇产科医生 真的是已经就没事吗 什么无痛人流什么的 流产呢 事实上它是对于 它是经过手术 对妊娠的强行中止 那么它对人体的损伤和危害 其实我们通过刚才那个短片 已经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它是一种强行的中止 所以在手术过程当中 那么发生子宫穿孔 像刚才那样 它是人工流产的并发症之一 那么除此以外 它不仅仅是穿孔 损伤了肠子 有可能还会损伤到 腹腔里边 其他的器官 比如说膀胱的损伤 另外还有大血管的损伤 造成出血 甚至大量的出血 甚至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这种可能的 大出血会损的 大出血 对 可能造成生命的这种威胁 那么这是它 就是近期的并发症 那么我们说远期 就是即使你手术当中 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手术以后感染的风险 那么另外还有对子宫内膜的损伤 那么造成今后再次怀孕的困难 也就是即发不孕 不能再怀孕了 那么这在临床也是非常多见的 那么不仅是生育 同时还会影响到 女性的生理的健康 比如说月经量减少 甚至避筋了 做完流产以后 甚至不来月经了 像这样的一些病例 所以我们说通过这种流产的方式 那么终止妊娠 事实上是非常不可取的 这个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知道了 流产的危害性 才能减少流产 对人的这种伤害性 对 该避孕避孕 别那个满不在乎的怀孕 然后满不在乎的流产 尤其是现在一说 无痛流产 就觉得无痛就是没有损伤 无痛是怎么回事 无痛流产和流产 事实上它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无痛流产和做人工流产 事实上是一回事 只是在流产的同时 我们说增加了一个麻醉 所以 就是打了一针麻药而已 然后都无痛了 其实所有的伤害都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很多一个误区 大家就觉得不痛了 是不是就对我身体没有损害了 事实上的损害是同样存在的 只不过是增加了麻醉以后 把你的疼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给阻断了 所以你感觉不痛了 但并不是没有伤害 所以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他觉得这事无所谓 也不用在乎避孕 怀了没事 即使做个流产 反正也不太疼就过去了 然后他会一而再三而三地做 其实这些都有后患 而且有可能导致 就像张老师说的 我曾经接受过一些小年轻 他认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人工流产太低级的少数了 他不知道 他其中也是有风险的 我看到一个报道 山西有一个19岁的妙龄少女 结果人工流产的过程当中 昏迷不醒 现在还是植物人 虽然是个例 但是它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如果不想要一个孩子 你不该孕育他 你把他随随便便孕育出来 其实那就是随随便便的杀死 本来作为一个母亲 女性 这就是很残酷的事 你就应该慎之幼慎 你就算是不为那小孩考虑 你为自己考虑 无痛流产不是没有伤害 那刚才这一对呢 是这样 我听出来了 俩孩子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非得要在一块 所以其实没登过记 就摆了个酒 农村很多地儿都这样 然后他俩还居然没到法定 结婚年龄 就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了 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 当时还是抛妇产 不到一年就又怀了 这是不可以的 抛妇产的伤口没长好 你要再生撑开 可能就会有损伤 所以你就可见 这小年轻这怀孕 这避孕他有多不介意 他能这么迅速 就让自己又怀上 然后就不要了 就要流产掉 他是去银产 然后人家说跟他要一个 就是说一开始 他没想去黑诊所 他想去正式医院 正式医院跟他要一个 叫银产证明书 他说他开不出来 所以他才去的黑诊所 这银产证明书是怎么回事 银产 其实现在在很多医院里边 我们说做人工流产 就是在怀孕的早期终止 是不需要证明的 但是等到月份比较大的时候 因为大月份的我们叫银产 这个时候要证明的目的 主要就是要来证实一下 你是因为性别来银产 是计划外的银产 是因为有病不能够继续 还是我就是因为性别 比如说我 B超可能查出来是女孩 我可能不想要 我想要男孩 那么我就有可能去做掉 因为这个我们说 以前也是比较多进的 所以医院里边主要就是要证实 你是确实是计划外的 其实也会给你做这个流产 我明白了 其实是因为保护女婴 不要因为重男轻女 是女孩你们就都给拿掉 所以需要这样的证明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人工流产 它毕竟是一个无奈的补救的措施 所以其实原本它这个不属于 那个就是重男轻女害女婴 它这是个正常的流产 它的身体情况不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计划外的 因为它已经有孩子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给它做的 它的麻烦在于 因为它们俩没结婚 它根本就没法正正当当开这个证明 那么如果它要不拖到银产的那个 就是只是流产的那个时间 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完全是可以的 它又拖的时间长 又没有常识 又不当回事 然后又没结婚 就有这么一个麻烦 还有一些这个小孩 尤其是城乡接客部吧 就是经济上条件不会太好的一些人啊 他是觉得去正规医院 又麻烦又特贵 去黑诊所呢比较便宜 说我们做一个交两千块钱就完了 到大医院不定得花多少钱呢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是误区 因为在正规医院里 我们说流产的这个价格是 是国家规定的 全是明码标价的 正规的医院绝不会乱收费 所以在正规医院里边 我们说收费的每一项 每一条通通都是我们说是物价局有标价的 所以这种啊 就是认为在大医院里 反而价钱会贵 在黑诊所里会便宜 这完全是一种误区 因为我所听到的 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说 他的经济啊 或者朋友在一个小诊所里做的人流 甚至花到两万三万这样的一个价钱 都有可能 但是在比如说我们这几医院 这个价钱是不可能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全部的包括无痛在内的人流 人工流产加起来 不会超过两千块钱 一般是在这之内 那我们的药流呢 也才一千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价格呢 是是国家的一个规定 好 我们先聊到这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些黑诊所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座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小区 租住的几乎都是外地来户打工者 陈某利开设的诊所 就位于小区七号楼的901室 这家诊所 我们事后就已经带着 贩责行员陈某利 电入过现场 当时这个诊所 是在一栋小区里面 七号单元楼的901室 等于说这个 就是一个居民的居住点 就是一个普通的我们公寓房 里面设施非常的紧弱 一个橱柜 一张床 我没有开诊所 我说跟你说实话 因为我没有什么药品 什么都没有 唯独就一个低套机子 那个药品就是我姐临时带过来的 给我给她用的 我在此之前 我没有买过任何什么药 事实是否真如陈某利所言 她并没打算在这里行医呢 我们在审查中也发现 陈氏姐妹说的妹妹 对她自己的参与行为 成了一些辩解 但是我们经过审查发现 至少有三点理由 因为她这个辩解 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就是 根据相关的证人的证言 她当时是 根据这个妹妹所发的名片 跟这个妹妹取得联系 并且去了这个妹妹的诊所里面 最开始的一个胎儿的性别的鉴定 之后才进行人流的手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这个妹妹在被抓的时候 是被害人的亲属 相当于通过一种 假冒 也需要做类似方面的一些 胎儿性别的鉴定 和人流手术这个理由 把她约出来 之后有公安民进出面 把她抓获了 第三个 抓获之后 从她的住处 并且不是一个住处 她在上海 在我们中间住了两个住处 一般来说 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居住者 在这里打工的人 她没有必要租两个房子 但是我们从她的两个住处 查获了不同种类的 数十瓶的药品 或者数十瓶的药品 这个分量 绝对不是说一个人 她自己的正常的使用 或者给某一个人使用 所学的量 所以我们从这三年来说 这个妹妹她的辩解 是不实的 给我们现在的证据是矛盾的 尽管像陈氏姐妹 所进行的流产制人伤害案件 近年来在松江地区 还为数不多 但是随便给人诊断开药的 隐蔽黑诊所 却并不少见 这种黑诊所 通常都是在一些郊区 或者是城乡结合部比较多 因为她多数处于这种 外来人口比较急剧的地方 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正规药房都是需要进行身份登记的 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感冒药 和一些处方药的药品 首先都是要进行正规的身份登记 这些外来物工人员和这些病患 觉得登记太繁琐 一个是图方便 再有就是想他们认为大医院会比较贵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他们想省钱 那种黑诊所的这种药品多数 从一些非正规渠道 因为这种处方药 我们国家来讲控制的是很严的 而且在一些大正规的医院 都要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 才能开出来 但是在一些这种非法的黑诊所里面 那么只要你有这个需求 那么有就是说付一定的费用 那么医生就会给你拿 可以拿到这种处方药 不仅是随便开具处方药 另一方面 黑诊所的所谓医生资质 也是让人担忧的方面 本案中 按照陈某坚的说法 他在安徽无为老家的工作单位 是当地寄生服务所 而他本人有丰富的流产手术经验 那么自称做了如此数量流产手术的 陈某坚到底又具备什么样的行医资质呢 陈某坚提供的证件上确实标明 持有该证的人可以从事放还 以及人工流产手术 那么他是否就真的具备做流产手术的资质呢 那么就从08年母婴保健法颁布以后 就是说规定做这样的手术 必须有两个资格证书 一个是医生的资格证书 第二个就是计划生育的 这样的一个资格证书 两个必须是齐全的 才能进行这样的手术 所以他们这种是属于 没有取得相关的资质 但是擅自为被害人 进行了结育手术 并且导致目前我们所查见的 导致被害人是子宫穿孔 治伤受损 经鉴定构成重伤 所以现在他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 第三个资格证书第二款的规定 应当以非法进行结育手术罪定罪处罚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那说到黑诊所 开黑诊所的这个姐妹俩 尤其这妹妹开的 是个摆地摊的 嫌摆地摊挣钱少 于是呢就决定当医生 医生会觉得很奇怪啊 买了一个旧的避钞机 去给人做避钞 可以推测他是干嘛的 就是那种怀了孕到他那 因为国家医院不给查 是男孩是女孩不告诉你 以防止你重男轻女 见是女孩就流产 那他们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给人看是男孩是女孩 如果是女孩你不想要 我就找人给你打掉 他们是干这个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犯罪 这是国家严厉禁止的 就是给人家看性别 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他干这个了 但是公安局抓他的时候 就是跟他联系说 我们要看一下男孩女孩的性别 他就来给人看了 所以他肯定是干这个的 然后找来了个姐姐 姐姐呢是在农村做什么 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人员 那有个护士资质 大概在十年以前 允许在农村可能可以给做个结扎上环 但是现在已经肯定不允许 这种资质的人持刀上岗了 所以呢这个很可怕 就是你要是图省事 或者图省前去黑针所 你先想象好 他们不是医生 他们胆子非常大 低了这刀就来了 可能上午还在消黄瓜 下午低了刀就开始做手术 一刀下去子宫就捅穿了 肠子就流出来了 这个是很吓人的 张老师没有吓人 其实你说的对 这一些黑针所是大医院 正规医院不敢做的 禁止做的事情 他都会去做 刚才讲到了药品 他的药品不但是非正规渠道来的 而且有很多是假药 裂药 是过期失效的药 那么不但是知证问题 还承认是设备问题 技术问题 甚至消毒问题 深圳有一个妇女 她到一个黑针所去人工流产 结果导致大出血 如果这个状态 像段教授他们大医院 正规医院绝对能够救活 但由于这一个小诊所 他没有能力 他都没有这个能力 设施很差 这个医生硕硕无测 眼睁睁地盼着他 死在了病床上 我觉得就一个卫生和消毒都做不到 在一个出租屋里 这个是很危险的 而且这个贪心的妹妹 真的是害死了他姐姐 他姐姐好歹是个 地华生育部门的正经的工作人员 被他拖进来干这种事 所以也真是很倒霉 这个段大夫告诫告诫吧 确实是 看到这样的一个短片 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可以说是一个事实 确实是让人感到特别触目惊心 其实我这里也是特别想 借着这个机会 告诉我们电视机前 所有的我们育龄期的女性朋友 一定要做好生育前的计划 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计划的生育 不能够做这种计划外的妊娠 我们在被迫走上手术 终止妊娠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么真的是不仅伤害自己 还会伤害家庭 甚至和给社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 这个黑诊所的主要的病人群体 是我们的外来物公子 那么这些外来物公子总认为 黑诊所它看病比较方便 价格比较低廉 像这样的人工手术 它不需要任何的证明 但是它往往输货了 自己威胁 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些年轻人说 不想要孩子可以 一定要避孕 千万不能拿这个事 不当回事 女孩子自己得知道保护自己 男孩子你们得知道负责任 不能拿这件事开玩笑 第二就是多少次涉及到 这个农村未到婚礼 我们国家法定规定的 结婚年龄男孩22岁 女孩20岁 不到结婚年龄 非得想结婚 不能结婚吧 就自己摆一个酒 不登记 不登记 然后摆一个酒 就认为结婚了 就开始生孩子 后患无穷 就是我们采访接触到的 有这种就是胡乱生一孩子 但是心智不成熟 这男孩自己过两天 爸爸嫌麻烦了 把自己家孩子卖了 有这个女孩子 生了之后一看 那小男孩也不打算负责任 他自己也养不活 俩人又没法定结婚 直接一生下来 把小孩从窗户 扎二多层楼扔下去了 还有一些就是弃婴啊 这个年龄层的未婚的小孩的 弃婴的问题 包括最近发生的也是这样 生了小孩不管 因为两个人都是孩子 也没正式结婚 扔给老家 变成留守儿童 多少年见不到父母 小孩为了想见妈妈 放火去烧邻居的房子 说这样妈就可以回来看我一眼 就像这样的社会的悲剧 就都是这么高的 就像这样的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